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去溯源中国所有的观念 在指示造型这个过程中的生成 其实汉字之美的活动呢 最早的起源 是因为我写了一本自解人生的书 那么后来呢 和法国教育的总督学白乐桑先生 讲到这个初中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你注意到了吗 汉字有一种独立的形式美 他说我曾经出了一个 四百字的汉字字库 后来发现 有一些家庭主妇 居然来买这本很昂贵的书 他说这些人也不懂中文 他买它做什么呢 结果这些主妇说 我其实是用它 做一些绣花的图样 这就让我联想到 有很多外国人 会在身上文中国字 作为文身 其实他并不理解这些字的意义 只不过就觉得 一个象形文字的符号 本身有一种特别有趣的形式美 现在家家户户还居然都供着 天地君亲师 穷一点的人家 就是一张红色已经退掉了 发白的纸 写上毛笔字贴在墙上 富一点的人家 就是找到金丝楠木刻的匾挂在家里 天字下面那个大 离第一横之间很远 这叫做大不顶天 地的这个体土跟野 是一笔下来 叫土野相连 君字下面这个口 是封得死死的 他们叫做君不开口 在这儿不仅仅是指君王 他们也隐身为生活里的君子 然后亲人的亲 繁体字右边是看见的 上面是眼目的木 下面是耳 这个木下面只是特别小 象征性的一点作为一横 这叫做亲不闭目 而最后一个诗字 他们有意写的是一边高一边低的 叫做师不比肩 弟子怎么敢跟老师比肩呢 这也是公寂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中国文字的观念 所以中国的文字 你越去看它独立的形式之美 越能够看到它里面包含的意味 我们就在UNESCO 也就是联合国的教科文总部 举办了这个活动 联合国教科文的总干事 助理唐前先生 来为我们主持节目 而我们邀请了各国的文化大使 那么上来拼接中国字 从五四新年节到九月份 短短四个月里面 收到一千五百来件 来自于十几个国家的作品 那最后呢有这么一些获奖的作品 就成功的诠释了什么是心生万物 第二年就去做我说的家和万事兴这个主题 宝盖头下 有家使 有安宁 然后我们第三年比如就想做 就是怎么样才做好一个人 中国的单理人 你看中国单理人的观念都非常有意思 第四年我们就想做大道执行 走之旁 就是人要怎么样才算合乎大道呢 走之上有哪些路 就这样一年一年的把这个活动做下去 从汉字独立的形态之美 到传递中国人的观念 用这样一个符号来讲好中国故事 完成有趣的设计延伸 这就是我们一直试图努力去完成的事情 感谢观看